今晚第二件事要讲的就是 Money is a game 今次即是个游戏 但你在玩错的游戏 先生小姐 你将你最宝贵的时间 投资在左边 但你想要的是右边 你在玩错的游戏 You play the wrong game 难怪你没有钱 因为你以为 左边会带给你快乐 你以为左边会带给你安全感 你以为左边带给你成功 你以为左边带给你未定 你以为左边带给你自由自信 你以为左边是一切 No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 左边完全都没有 右边全部都有 哪种人 当然不是 这些人很有钱的 你真是看不起 你真是搞错 你出界人很有钱的 什么人 全世界最有钱的就是天主教 全世界击罗马教庭富可敌国 以前天主教就是最黑暗的年代 他们会买一些叫做宿罪券 你杀了人没问题 拿一百万来 我给你赎罪券 你强奸良的老婆 没问题 拿两百万来 我给你赎罪券 哪种人 左边没有 右边全部都有 这不是你们的问题 这不是你们的问题 你们完全忘记了 没错 小baby 你们何时见过两岁的小baby 跟你说 姐姐 我一条矮褲 Gucci的 我一条子铁铺 抓一抓 Money的 他们需不需要 他们在这里 他们抓抓条条飞 跑来跑去 开不开心 有没有魅力 有没有魅力 有没有权力 成不成这样 有没有魅力 小baby 与生俱来 什么都没有 但你什么都有 跟你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没错 我们本身就有了 为何还要追寻这些东西呢 如果本身都有 有没有听到 与生俱来本身都有 但你现在花最多时间 是追寻左边 希望拿一些 你本身就有的东西 你现在这个游戏的策略就是 只要我买到这辆车 我就会开心快乐 只要我升到做经理 我就会开心快乐 只要我买到一粒鑽石 我就会开心快乐 只要我买到 Zorazamani的底裤 我就会开心快乐 只要我吃到这辆 去韩国旅游 我就会开心快乐 只要我 全世界 特别香港七百万人 基本上就是 七百万人 小时候有没有读过故事 The donkey and the carrot 雷仔和红萝卜 你只要把红萝卜放在前面 把雷仔绑在磨那里 他会不停地围着磨走 有只雷仔和你去磨米 因为他相信 终于有一天吃到这个 红萝卜 其实大家都是叫雷仔 你把最想的东西放在哪里 放在前面 难怪你搞到自己 根皮力尽 搞到自己负债累累 搞到自己和金钱不健康 搞到怎样被控制 这就是答案 你想想现在打开电视机 最多是什么广告 就是先要还 不要给钱中介 你留意下 credit card 广告 信用卡广告 还有那个什么兄弟 安装兄弟 一说就知道 整个世界都是什么 金钱游戏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玩金钱游戏 但我们玩错游戏 从小到大教你玩什么游戏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有没有听过 所以就PK 你看现在多少读书人 没有工作才行 多不多 是不是现在读完书 一定可以保证你的工作 是不是读完书 一定可以让你大富大贵 是不是读完书一定娶到你老婆 教得好老公 不是的 是不是 那就是说 我们在玩错误的游戏 我们玩错游戏 这么简单 那没有消息是什么 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被教育 是什么 从小到大 是我们的罪灰祸首 广告 广告基本上 是用两个方程式 和大家说话的 叫做 Do Have Be 或者叫做 Have Do Be 什么意思 如果大家要留意 通街都是那些广告 来 做你一个瘦身疗情 你做有魔鬼身材 天使的面孔 你就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车见车 车见车 人见人爱 花见包开 车见车 多不多这些广告 多不多 但你们知不知 所有的广告 是一个片告 意思是 你们知不知 他们是找 一个漂亮的模特 去拍一个广告 告诉你们 他们用了这个产品 甚至乎很多这些 拍广告的人 没有用过的广告 没有用过的产品 所以现在有良心的演员 是要用过的产品 觉得好才会拍的 OK 我们不是讨论道德问题 只不过 如果大家要留意到 广告很多时候 你去麦当劳 1、2、3、4号餐 我要个4号餐 我出来 跟广告那张照不一样 甚至现在买楼 是不是说明 这个只是虚拟的景象 不是实景 如果不是犯法 由早到晚 就是电视 手机 广告 不停跟我们说 来吧 你做这件事 你做完就有了 只要你有你就会是 你做完这个瘦身疗情 有没有留意电视新闻 由早到晚 有很多骗局的人 去打針 detox 那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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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到自己的命都没有 是不是 为什么那些人这么疯狂 就是因为他们仍相信 我做完这件事 我就要拥有美丽身材 我就要充满自信 其实他们要的是什么 自信 是不是 你何时见一个充满自信的人 需要去打針 我从来不需要打針 是这样的 你不懂笑话 你真的不好玩 是不是 现在才想到 反应辞职女 真的 你要拥有 然后你做某一件事 你就是了 是不是 例如很多广告都是这样的 是不是 你拥有一个半山别墅 你拥有一个海景的房 跟你家人在那里吃饭慢步 你就是个幸福快乐的男人 所以 全世界的广告 基本上就是要 运用这两个formula 方程式 他们没错 他们找饭吃者 对不对 很简单 做人一定要有知识 什么叫知识呢 知识就是 认知 和认识 认知 什么叫认知 认知 到底什么叫做 本质 认识就是一种醒觉 一会儿 我会再回来说 但是 如果一个无认知的人 就是一个什么人 无知 你不去认知 例如 你不认知 什么叫做 水 什么叫做火 什么叫做 金木水火土 什么叫做 二氧化碳 Radiation 这个辐射 什么叫做 Photosynthesis 就是这个光合作用 你不去认知这些东西 你是不是会在一个无知的世界 没有明白 所以为什么读书那么重要 读书就是让我们去认知 生命的本质 原来这个世界有宇宙 原来这个世界有太阳 原来 太阳才是中心 以前人类无知 以为地球就是中心 是不是 但是 科学家现在正是什么 不是的 太阳才是中心 地球不是中心 地球都是围着太阳妖 是不是 所以 科学很重要 认知很重要 让我们人有知识 让我们不去无知 但是如果你无知 你就相信一些广告 你就相信八卦收贩 是不是 那就不是花了所有的钱 为什么买了那些 无谓东西在家 OK 所以 投资在你自己的认知生命 让你自己成为一个 有知识的人 是很重要的 要不然 你就会很容易被这些 被这个世界所充实 你就怎样都赚不到钱 你只不过变成一个奴隶 你就成为了人类的奴隶 他们利用你去赚钱 如果我们两边都想要 那有什么办法呢 想要左边的举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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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没有反应 特别不想要 是不是 那就配合演唱了 好不好 想要左边的举助手 最高一点 你们生命没有热情 顶了 给钱 你都 谁要 我 是不是一千元 谁要 假的 你都说 热情 如果你想要有钱 就要有热情 我应该告诉你 你没有热情 你没有热情 钱来到财神 见到你 以前有没有讲过 家和万世卿 是不是 财神见到你 黑口黑面都 转身走 撑 是吧 没有热情 你谁想要热情 留意你们的形象比钱更重要 你们的面子更重要 比银子更重要 面子更重要 面子更重要 还是银子更重要 面子 对不对 你不要少看街边那些 穿着拖鞋 头发蓬松 肚子大大 随时的口包里面 包里面有几十万 那些 你知不知道那些 那些卖报纸 或者那些 那些 卖 卖 卖纸 卖纸 我们这些 身光脖子 随时 卡数都爆了 所有的都是 死冲 是不是 这个世界 你要银子 还是面子 所以如果想有钱 当然答到你的问题 要面子 刚刚我才有学生上堂 他想做老板 搞了一大堆 就发现 他怎样做到老板 当然做不到老板 现在奖管 都奖管 几千人的公司 是吧 贵高权重 他宁愿霸着个位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是吧 他怎会想到老板 因为他要权 他要威 要勉 不是要钱 人是很简单的 人永远选 什么 如果两真都是真的 人永远选 最好的 在你面前 在你面前 对你来说 你一定要选最好的 是不是 这么说 所以你现在拥有的东西 就是对你来说 你选最好的了 如果你现在没有钱 即是你选一样东西 比钱更重要 听不明白 你想问 问吧 因为其实你刚才第一下 我这两张钱 你问我 就叫哪一张 大家都会选一千元 但我已经很快 我过路就已经 玩这个游戏 就是我选一十元 因为我相信 我是可以用一张十元 变到 我会觉得 我有个努力 我可以用一张十元 变大过 那一千元 那我就选择了 你一排一口包 你们两个 你要留意 你是不是姓包 你姓包 你姓包 我只是问一个 很简单的问题 你将你的人生 变得多複雜 难怪你有债务问题 你喜欢玩这些游戏 你喜欢 由零开始 跟着一下 是不是 你喜欢玩些困难的游戏 我不喜欢做富家子弟 我不喜欢做富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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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努力向上派 我人生的说法就是 我有意乎意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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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才是开心快乐 那我没有说话 我们很简单 很科学 基于结果 叫做Based on Result 两张是真的 你一定是一千元 你选一张来有病 如果你是选一张反应 你人生有病 你人生有病 没有错 有病 难怪你有债务问题 你有病 那病是什么病 神经病 神经病 什么是神经病 神经病 是不通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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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仍然在做 而你希望有不同的结果 在我们的世界里面 曾经有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第一天有个人 不见到你的铰匙 在那里找 找 找 找到半天都找不到 然后有个男人说 先生你找什么 我找到铰匙 我找到铰匙 这铰匙 是否不见了 什么式 我帮你找 找到半天都找不到 然后有个人说 没有 我真的找不到 其实你在哪里的 在那里 你还在那里找 在那里找 在那里找 人就是这样 你在江的地方找答案 但是你的铰匙在那里 你在做这件事 你不要怪人 是不是 有富家千 有仙甘小姐 有多少人喜欢做 是不是 我就叫了一个 我神经病 我在那里建房子 我建房子 赚钱还多 现在讲到口水都怪 还被人瞄嘴 是不是 我建房子的时候 我瞄别人的 你知道吗 是不是 我的工作时间很happy 你知道吗 是不是 我就是其中一个 神经病 有富二代不做 是不是 是要白手起架 为什么 证明自己是价值 那待会再讲 OK 你呢 想要右边 但是花时间而已 在左边 好了 如果想要左边 就举左手 不要放下手 想要右边就举右手 哎呀 那就是要投降 是不是 投降 投降是什么 那想不知 怎样可以两样都有 其实方程师很简单 如果你今天来找答案 方程师可以给你 但是给方程师给你 是没有用的 你最多就是理性上知道 OK 但你没有去认识 明后会讲下半场 方程师很简单 正如我现在给方程师给你 应该这么说 我现在给你一本金刚经 每个字你都看得明白 但你不知道他说什么 另外一个先 这个be to have 就是说我是 然后无论我做什么 我都拥有 其实如果你越想要有左边 你要从哪边开始 右边 右边 在哪里 右边是你与生俱来的 是你不信的 是你忘记了的 这里要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到幼稚园的时候 有一天 老师问 谁想表演 我第一个举手 老师问我要表演什么 我马上告诉老师听 我要唱歌 老师问我唱歌 红苹果 想都不用想的 我好记得清楚的 老师就叫我出来 老师同学和妈妈都站在前面 我站在那里 装在嘴巴 黑苹果 黑苹果 上去两句 全人都 全人都最猛 笑我 你猜笑的 最大声是谁 我猛 然后回家 在街路 在我后面 黑苹果 黑苹果 我跑回家 和旁边的三个老婆说 黑苹果 黑苹果 就躲在床上 老爸和小老妈回家 还能说 黑苹果 黑苹果 那天我终于学起一句 说话 普通话就是三个字 叫做 中文呢 四个字 当我十八岁 带女朋友回家 他唱歌名 我说 黑苹果 我黑苹果 你猜猜那天开始 老师再问 谁想表演 你收解在哪里 我的堂望在哪里 老师问 谁想表演 谁想做班长 谁想做领袖 谁想做领袖 谁想答这些问题 我还会举手吗 不会 因为你们有个CD 黑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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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小时再播放 你们一定没有这些故事 是不是 你们都是健康快乐的小孩 是不是 你们没有这些问题 是不是 当然有 那就是我们都有病 什么病 自闭症 自我封闭 为什么要自我封闭 是的 舒适范围 很简单 人是活在舒适范围 我们将自己封闭在这里 以为自己很安全很舒服 问题是什么 我们所有想要的东西 都在框框的外面 今天所有你拥有的一切 都在你的框框的内面 IBM曾经做了一个实验 他们将他们的业务员 分成两组人 即是做到最低那班的Sales 和最低那班Sales 他将他们的客户swap 是不是 即是说最低那班客户 最低那班Sales 给了一班最差的客户 最差那班业务 给了一班最好的客户 是不是 在很短时间内 最低那班业务 因为给了一班很差的客户 他们的业务如何 跌下来 是什么 最低那班业务 最低那班业务 给了最好的客户 他们的业务短跌是什么 广常升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全部返回到他们自己的 之前的记录里面 即是说就算你给了一班很差的客户 那班很厉害的业务 他们有能力返回到他们赚开的 舒适快乐 而就算那班 那班很差的业务 就算你给了很厉害的客户 给了很好的客户 短时间他们赚到钱 但是在一段时间之后 都返回到他们以前的低收入状态 在说什么 我们人在玩这些游戏 但是你不认识自己的游戏 You don't know your game 因为你以为你的答案 你以为你的游戏在外面 但是我们在玩一个 自己内心世界的游戏 然后这个金钱游戏 其实只不过是反映你 里面所有的信念